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開箱這個 奇美的這個空鏡鏡鏡機 這個奇美的這個 360的全鏡化的這個空鏡鏡鏡鏡機 它外觀就長這樣子 然後其實它 然後這樣子手拿起來其實是 我是個人是覺得蠻輕的 然後攜帶也都相當的方便 攜帶也都相當的方便 然後它是全鏡的 然後看一下它的 它的一些產品的優點 它有觸控面板 四段封住 三段定時 綠網更新提醒 3-6品試用品數 睡眠模式DC碼盤 然後看一下它 然後它的外觀就長這樣子 然後底部這個可能就是 打開來 它就可以 這樣子 剛剛濾芯了 然後它這個濾網 濾芯有沒有 這個都是全鏡的 這個可能到時候 時間到久了 就要換了 然後打開來 打開來 這樣 打開來這個 它裡面長這樣 這個 放在裡面 然後 這個 壓上去 蓋上去 底部這個蓋板蓋上去 這個 選擇 鎖緊 然後 這裡有插電 電線 然後 開機測試一下 看它 感覺怎麼樣 找一下插頭來插 它現在已經 接上插頭了 然後它這邊 它這邊有開關 打開 亮燈了 然後已經有定到 機器再轉動了 然後它這邊有兩個小時 四個小時 八個小時 然後這個應該是風 風力 強力 側風力 睡眠 睡眠它可能聲音就變得 比較小 這樣睡覺的時候才不會吵到 然後這邊 兩個小時 四個小時 然後我們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 這個空氣經濟機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現在 空氣污染非常嚴重 這一兩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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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廢棄籃的非常多 然後 為什麼廢棄籃會 突然這一台非常多 死亡人非常多 就是因為我們空氣不好 所以我們家裡面 都很需要一台這種 空氣經濟機 這樣才不會說 20小時你呼吸到的 空氣 的品質 都是大的 都是不好的 吸久的都是不好的 因為空氣壓力非常嚴重 所以家裡面 都要 任意耐性耐性 空氣經濟機 然後這台空氣經濟機的 好處 跟一般的空氣經濟機 的差別 當然說 它體積小 它攜帶很方便 然後像我這樣子 住的這個房間 三到六點 大概都OK 甚至 你放在你家的客廳 比較大 可是你把空氣經濟 放在客廳裡面 比較近的位置 其實都是OK的 都是OK 我覺得相當不錯 然後它這一台 我上次幫我拍的價格 很貴大概三千塊錢而已 大概三千塊錢而已 然後它是全新的 它是我在 全微店買的 然後保護一年 從今 從五月份 買到現在一年 然後它全新都沒用過 然後我就剛好 拍個開箱 來給大家 參考看看 看看 看看 看看這個產品 到底是怎麼樣 大概就是這樣 操作非常簡單 就這樣而已 開關 開關 然後 定時 睡眠 風速 風速 強力 時間 兩個小時 要八個小時 開關 然後這個燈亮 可能就是表示說 你濾網要清洗的 然後它是全新的 一台目前的設計 還有全新的機器 然後 它這個觸控正面吸光 它這邊應該會把 上面吸進去 因為它底下有一個濾網 剛剛給各位看到 那個圓形濾網 吸進去之後 然後 空氣中的一些雜質 什麼樣的 沒有 會進去到濾網 把它故意掉 然後乾淨的空氣從這邊出來 然後它 突然的空氣 應該都是很乾淨的 所以我覺得 有家裡面 有一台空氣的意義 是非常重要 然後重點它是 它價格不貴 它的價格不貴 它 幫忙說一下 大概3000塊左右而已 是還滿便宜的 我覺得它很方便 氣概方便 你如果說今天去到一個地方 然後覺得 其實有一個台空氣 音機的話 我是覺得它是 非常棒的一個產品 然後 所以我就 順便 給大家拍個開箱 給大家做個參考 好 那今天的 不專業開箱的呢 就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 謝謝 然後我順便拍個特寫給大家看一下 再 Village 這樣 一下 下 再装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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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裡是四周也都是他進風口 這四周也都是他進風口 然後出風口在這邊 你手放在那邊就感覺他那個 這邊有風跑出來 風跑出來都是乾淨的空氣 都是乾淨的空氣 然後可以看一下 麥克七美的品牌 七美的麥克 就這樣這樣子 好那今天 今天的不專業開箱 我就先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謝謝